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网络编程新的课程 我是竹江老师布鲁 通过上一讲的学习 我们学会并且掌握了如何创建一个服务端SOCT 并且监听客户端的请求 并且给予它响应 到上一节为止 我们已经学会了我们的客户端SOCT和服务端SOCT 这两者之间是可以发生通讯的 所以说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是学会如何进行SOCT之间的通讯 好的,我们学习的是通过SOCT在应用程序之间传输数据的方法 就换句话说我们会创建两个应用程序 一个是客户端应用程序和一个是服务端应用程序 然后通过SOCT在这两者之间传输数据 其实这种做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把两个要相互传输数据的程序 其中一个作为服务端 另外一个作为客户端 并且是通过我们的output string和input string 在这两者之间传输数据即可 所以说今天我们有两个工程 一个是client project 一个是server project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创建的client project 也就是我们的客户端项目工程 socketdemonclient 这个工程到这里为止的话 老师只是初始化了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也非常简单 第一个按钮就是stand client 也就是开始我们的客户端 就换句话说我们的客户端去尝试连接我们的服务端 这就是第一个按钮 第二个按钮client write 也就是当我们连接成功以后 我们的客户端向服务端写数据write 就这两个按钮所要干的一些事情 然后这两个按钮是对应的一些初始化和绑定它的世界 这里我已经完成了 在这个上面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对吧 我们要干这个事情 好连接服务器的话 在这里我们是单独起一个线程来连接 所以说我们换一种写法 就这样来写 新建一个class 然后叫做client 就是client socket thread 对吧 我们新建这样一个线程 它直接继承于我们的thread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传的参数传递进来 所以说我们直接重写它的run方法 我们的客户端连接线程当中 来重写了它的一个run方法 然后就准备来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服务器连接怎么来书写的 大家记得吧 socket 然后初始化一个socket 等于newsocket 然后在这个地方socket 我们可以直接传递它的host 和它的一个端口号 我们是通过是建立的两个应用程序 互相传递数据 那么我们这两个应用程序 都是跑在我们的模拟器 我们的手机上面的 说这里的IP地址 我们直接就取本地的一个常见的 127.0.0.1 这就是一个访问本地IP的一个入口 同时我们的端口号还是取1234 我们来连接这样一个socket 同时它会抛出一个异常 把这个异常抛出来 大家要注意 因为我们的两个应用程序 都是跑在我们同一部手机上面的 所以我们取的是127.0.0.1 好的 这里指定对应的IP地址和端口号 它就已经发生了一个连接 当我们连接成功以后 就会往下执行 连接失败以后 就会进入我们的IO异常 好 当我们连接成功以后 在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的实际开启过程当中 不管是我们的客户端线程 还是我们的服务端线程 这两者当中 只做的是socket相应的一些基本操作 一旦客户端连接服务端成功 或者服务端接收客户端成功以后 是需要兴起一个线程 来处理相应的一个通讯操作 通讯操作是什么意思呢 就会把我们新传进来的socket 把它传递过去 在新的线程当中做相应的信息的读取和书写 简单来说我们还需要一个线程 什么线程 这个线程也就是我们的 当我们连接上connect connected 当我们连接上以后 我们需要起一样这样一个线程 extends我们的thread 这个线程是干什么呢 刚才解释过了 把我们的连接好的socket传递进来 在这个线程当中就干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写数据 第二件事就是读数据 好的 没什么好说的 既然要传输 要socket进来 我们先声明一个socket 既然要写数据和读取数据 当然不能少两个东西 input string和我们的output string 然后这些最基本的一些声明把它做好 然后我们重写它的一个构造方法 叫做connected 传递什么东西进来 直接传递我们的socket进来 这就是我们连接好了以后的socket传递给它 它就等于this.socket等于这样一个socket 同时我们刚才初始化的input string 它就等于我们的socket.getinput string 然后我们的output string 它又等于什么呢 点socket.getoutput string 然后这两个异常 我们都把它抛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行代表把它直接拷备进去 因为它们都是一个io异常 好的 通过我们的构造方法 传递一个已经连接好的socket 然后初始化相应的输入输出流 那么接下来也就是我们最关键的run方法 我们run方法准备干什么事呢 我们的run方法就准备来做一个读写了 我们的读 就是我们的线程当中会一直去读我们的代码 怎么来读呢 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依然是声明一个byt数组 这是一个什么buffer 然后newbyt 这是一个我们依然用1024来做一个声明 然后每一次读的依然是老规矩byts 读的一个字节数 然后也是一个while true的永远循环 什么意思呢 大家再来思考一下 我们这是一个connected当连接成功以后的线程 他干两个事读数据和写数据 写数据是你主动发出的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有一个write的方法 而你的读数据是被动的监听别人发给你的 所以说你必须在run方法那种一直while true 你被动的等待他能发送数据给你 他一段可能是客户段 也可能是服务器 他发送数据给你 你就是被动的在while true里面一直等待 然后等待什么呢 我们依然是我们的inputstream.read read是什么呢 read这个字节数组buffer 我们的read的方法是主色的 然后他就会一直去等待 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就会堵在这里 有数据的话就会执行后面的代码 然后这里是把它的返回值付过来 同时抛出相应的一些异常 我们会尝试去read的数据 一旦read成功以后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还是做日子打印吧 方便我们一会做检测 debug一个什么test 首先先打印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里是一个socketdemoclient 这是一个客户端的程序 客户端的程序 他得到的肯定是服务端发过来的数据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我们client 他read了 他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得到了一个我们这样一个字节数组 字节数组直接构造成一个实际类型 我们方便理解一点 传的是你的buffer 然后是从0开始从byte结束 这样就构造了一个我们传递过来的一个字符传 并且把它标注了clientread的 是我们客户端读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读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以后 然后这就是整个客户端的读的过程 然后我们客户端 他会主动发出写的这个操作呀 当我们想写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们再给他一个方法 叫public void write写这个操作 他写的话 将对来说非常简单 我们写的话 直接就接受一个byte输主 然后就是一个buffer 然后怎么来书写它呢 直接是我们刚才得到的什么呢 outputStream.write byte输主把buffer写进来 同时抛出相应的一些io异常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依然加一行日资的打印 这个地方就将它写出去 但是这里就不是clientread了 叫做clientwrite 我们的客户端接收到了数据 然后这里我们客户端写出数据 写的是什么呢 就直接是我们的liosgenebuffer 把你buffer传进来 我们就写 这里的日资打印 是为了我们一会儿便于观察 然后整个这个client的connected thread 我们还一般来说 还要新增一个方法 叫做public void 就是我们关闭一些东西 给大家一直提到过 我们的socket一定要记得去关闭它 那么我们对外就暴露这样一个cancel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用于关闭我们的socket 然后抛出相应的异常 然后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完整的 当我们连接上以后想要进行的一个操作 当我们无论是客户端还是服务器 一旦连接上以后 就把连接所得到的socket传递到这个connected thread 然后在这个connected thread当中再做相应的读写操作 那么我们这connected thread已经写好了 那么我们如何来使用它呢 来回到刚才的这个代码 当我们的client socket连接成功以后 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一旦你的连接成功以后 我们就转入connected 这样的一个方法当中 在一个方法当中就会把我们的socket传进去 这一个方法把这个db补上 connected这样一个方法当中会把它补上 这方法是没有的 我们把它构造出来 这方法是干什么呢 我们接收的是一个socket 你一旦连接成功以后 就把我socket传给我 然后我在这个方法里面 就会把这个socket传给这个connected thread 并且启动connected thread 为了全局使用的话 这个connected thread 我们在全局做一个声明 叫做connected thread 然后我们在这个connected的方法当中 准备来初始化这个connected thread 对不对 在初始化当中 我们一般来说 会做一些比较 保险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这connected thread 当前它不等于空 它已经声明过了 我们会怎么办 让connected thread的.casal 先把它关掉 同时并且把它制为空 这是一个非常保险的一个操作 那么在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把这个connected thread 做一个判断 如果不为空的话 我们把相应的资源 做一个释放和关闭 好到这一步为止 那么它肯定就已经为空了 那么我们就初始化connected thread 等于connected thread 等于我们的connected thread 把我们的socket传进来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connected thread.star 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客户端连接成功以后的socket传递进了我们的通讯处理 同时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加个日志 这代表是什么呢 我们就告诉我们的日志台 这个地方 我们的服务器已经怎么了 client connect 就是我们的服务器已经连接成功了 对吧 当我们执行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服务器已经连接成功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连接thread 然后得到socket传入这个方法 构造一个connected thread 然后开始读写 这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按钮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按钮想要怎么样呢 我们启动我们的一个客户端 线程度是一个lueclient thread.star 因为它没有任何方法 当我们启动了这样一行代码以后 就把它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向我们的服务器写数据 是不是啊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按钮 write 就是client write 写数据 一般来说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们为了让每一次写的数据发生改变 我们来构造一个 我们的服务客户端写的数据就是hello server 给打个招呼嘛 hello server 你好呢 同时为了每一次的数据发生一个改变 我们跟一个random的一个就是随机数点lx int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发现它每一次在改变嘛 对吧 我们每按一次按钮就会产生一个新的data 按一次按就产生一个新的data 产生了新的data以后就会写给服务器 怎么来写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connected thread当中 暴露了一个write方法 data.git bytes 这样就是完成了两个按钮的操作 第一个按钮连接服务端 第二个按钮每一次生成一个不同的数据 并且写给我们的服务端 在这个地方我们把我们的代码先跑一下 提前把我们的工程先编译一下 大家要注意我们今天是要书写两个工程的 这是我们的客户端工程一共有两个代码 启动我们的客户端 然后并且客户端向我们的服务器写数据 整个过程当中涉及到了几个线程和几个方法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并且我们绑定的是本地的127.0.0.1 这样1234这样一个端口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客户端代码已经写好了 只有客户端代码是不行的 它是需要服务端的代码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工程 Socot Demo Server 这也是一个崭新的工程 老师提前准备好了 这个工程相对来说更加简单 它只有一个按钮 就是启动我们的server 启动我们的服务器 启动我们的服务器 等待着监听客户端的连接 对吧 这位代码非常简单 所以这个地方 它要想启动我们的 启动我们的服务器 依然是专注我们的按钮点击事件 关注一下我们的按钮点击事件 我们的服务端的启动线程 大家还记得是怎么写的吧 依然是来溜一个新的class吧 它的名字叫做server socket 对吧 thread 之前我们已经写过类似的代码了 extendsthread 它就是启动一个线程 用于一直监听客户端的连接 重写它的run 用的方法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在run方法当中 我们会初始化一个server socket server socket 等于一个server socket 非常简单 抛出相应的一些IO异常 好的 那么我们的server socket 溜好了以后 是不是要跟我们的服务器 socket 绑定一个地址 大家还记得上节课的吧 bind 一个6inch socket地址 第一个传的是我们的host 第二个传的是我们的端口号 1234 那么我们的host多少呢 127.0.0.1 再一次强调 两个应用程序跑在同一部手机上面 本地之间的相互访问 直接输入127.0.0.1 这是一个本地IP地址 好 我们的服务端 socket已经绑定好了 这个IP地址和端口号 那么还记得我们代码是怎么写的吗 我们的wire true 我们就一直等着客户端来连接 对吧 又是一个wire true wire true里面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打一个日志吧 为了方便 大家可以看一下test 这里就是说表面什么 我们的server 它正在wait 正在等待 一旦进入这里的话 我们的server就开始wait了 等待的是什么呢 等待的是我们的socket来连 等待的是我们的server socket.accept 大家还记得吧 等待着一个接受一个客户端的连接线程 得到这个连接这样一个socket 得到这样一个socket以后 那么又即将转入服务端socket的写入和写出 其实这两者是可以通用的 我们把刚才的这行代码 这个线程把它拷贝过来 这个线程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刚才取名叫做connected thread 比如当我们一旦连接成功以后 我们就会转入这样一个sword 这不管是客户端还是服务端 一旦连接成功以后 都会转入它 这是一个通用的 只不过我们改一下一些打印吧 在这个地方 当它一旦读到客户端 为它写过来的话 这里就叫做我们server read了 我们server read这样一个东西 同时我们写的时候 这里叫做server write 没什么好说的 那么我们相应的 我们这个线程的一些初始化代码 也依然把它拷贝过来 在这个地方connected 其实在这一旦连接成功以后 我们的代码其实都是类似的 这里有connected thread 我们全局做一个声明 connected thread 我们的客户端还是服务器 一旦连接成功以后 都会执行这样的代码 什么代码connected 把我们的socket传进来 然后这里面会兴起一个connected thread 的线程用于处理我们的socket通讯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没有什么 我们在这里日子就没有了 这里就没有这个相应的日子了 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服务端 socket的线程也就写好了 一个线程用于监听我们的客户端的连接 一旦连接上了以后 转入一个新的线程 用于处理我们的通讯 依然暴露了我们的write方法 好的 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是不是要准备把它 起起来了 怎么起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这个起的代码写起来 写起来吧 用serversocket 然后thread 把它点次大 把它起起来 好的 当我们起起来 这样一定要注意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整个一个过程吧 首先是把我们的服务器 起起来 用serverthread起起来 然后这里的时候 我们的线程会打印一个serverrate 就是我们在等待被连接 然后一旦连接上了以后 就会进入connected的方法 启动connected的这样一个thread 这样的一个线程 就会一直去监听我们的客户端 写给我们的数据 在这个地方 serverthread 得到监听的数据 然后一旦有了这个数据以后 就是由客户连接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我们马上跳到我们的客户端代码 我们来走一下这边的流程 我们的客户端代码 在这个地方 它依然会启动 来连接我们这个服务器 一旦连接完成以后 当我们点击第二个按钮以后 它会发送向我们的服务器 发送数据 发送一个hello server 加一个随机数 发送的这个数据 那么发送到哪 就发送到我们这边 就是我们的server代码 这边发送到runable当中 那么我们就其实那边的发送 client方面的发送 就等于我们server代码 对不对 一旦得到这个数据以后 我们还是给它一个响应 为了完整做一个测试 什么响应呢 比如说我们还是构造一个data 依然是一样的代码 就是我们的我们的服务端 一旦得到我们的客户端的一个 请求了 我们就给它一个hello client 这样一个东西 再加上一个luron的随机数 为了区别每一次 next int 然后同时我们就直接 write data.get bytes 好的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想补充的代码 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有点不清楚 对不对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这整个过程 首先第一步启动 我们的server端这一部分 我们先把代码跑起来 为了方便我们一会看 那么点了这个按钮以后 是不是就会起一个客户端 监听的一个线层 对不对 这个线层会打印 是the server wait 它正在等待 同时我们的server circuit 会去accept这里阻塞着 等着客户端来连接 好 服务器就暂时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它等待连接 回到我们的客户端代码 我们客户端这个时候 当我们点击到我们的第一个按钮 就是我们客户端 start client 来连接你 连接你以后 它会干什么事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首先第一 当我们的这个地方连接你的时候 绑定对应的IP地址 和端口来连接你 一旦连接成功以后 会跳入connected的这个方法 启动一个connected这样的一个线层 这里的时候会打印一个第二行日子 client connect 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行日子 大家还记得吧 第一行日子就是我们的服务器 正在等待 第二行日子客户端连上了 就是client connected 然后这个时候客户端一旦连上以后 我们就会启动一个connected thread 方便我们的客户端做读写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点击第二个按钮 写数据 向我们服务器写数据 就触发了hello server加一个随机数 写通过这个write方法写给我们的服务器 然后这里就会打印一行日子 client write了某个随机数 好 这又是我们的客户端代码 又到此结束了 我们又反过来看我们的服务器代码 这个是我们服务器代码 刚才正在监听 对不对 一旦监听到了以后 依然进入我们的connected的线层 好 这个线层当中 刚才客户端给我们写了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serverwrite是不是会应该接收到这个数据 好的 客户端写的 服务器接收到了 服务器接收到了以后 马上又回了一个数据给他 hello client 又加上一个随机数据 又写回去了 这就是 然后同时这里打印了一个日子serverwrite 那么这里写的数据 又到哪去接收呢 又返回我们的client代码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run ego当中 这里有一个我们的clientread 然后这里 到这里为止 我们客户端接收到数据了 为了区分 用我们某一次通讯 我们加上一个分隔符 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这一步为止 就完成了我们一次完整的通讯 这整个过程相对来说有一点繁琐 大家一定要细细去体会 我们的到这一步为止 我们就完成了整个一个监听 我们来看一下吧 说了这么久 还是看一下效果吧 首先把我们的服务器代码跑起来 这里已经跑起来了 我们启动一下 我们把日子都打开 点击第一个按钮 代表是什么 我们的server wait了 我们的服务端正在等待了 对不对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 再把我们的client端的代码 把它跑起来 你的服务器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我就准备来连接你的呢 这个地方请大家稍等一下 整个client和server之间的交互 它是相互的 你读我写 你写我读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细细去体会它 在整个在老师讲解的过程当中 可能比较繁琐和复杂 大家只要仔细去写一遍 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好了 我们的客户端 socket已经跑起来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有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 start client 就是开始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第二个按钮 client的外 向我们的服务器写数据 当我们点击start client 大家可以看见 又打印了一行字字 就是我们的client的连接上的 好的 我们来点击下第二个按钮 来写数据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打印了四行字字 第一行client write hello server 在一个随机数 同时server收到了 write hello 随机数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随机数是相同的 代表的是 获取的是同一条数据 同时这里server又马上 回了一条数据给client write hello client 又跟了一个随机数 并且client这里也得到了这一个数据read 等于hello client 同一个随机数 并且这里打印了一个分割服务 这就是整个过程 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的 又产生一条新的数据 我们的server write 我们的client write 我们的server read 我们的client read 等等 到这里为止 也就完成了我们本节课的全部类容 我们创建了一个客户端suket 也创建了一个服务端suket 并且完成了两者之间的通讯 希望大家在课后的时间一定要去多去练习 才能加深你的理解 好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 再见